- 大家好,我是黃建偉,我是一個演員。 - 對冰婚來說,我們只是穿著綠衣,戴著口罩,搞不清楚就這樣拉這顆的戲。 - 把這顆的戲就像在風暴裡拉著一條生無死的風針線。 - 大家好,我是黃建偉,我是一個演員。 - 再累也要清醒。 - 台灣的教育在近三、四十年來是功利主義。 - 就是說只要是你功課要好,能夠上到好的明星學校,好的明星大學。 - 那有明星大學的原因是因為你比較好找工作,明星科系什麼之類的。 - 最主要是因為不管熟人要做階級翻轉,或者是富人想要更富, - 維持在一個階級水平裡面。 - 所以都是這樣子。 - 所以就是說他們基本上是以考試為主,就是現代的一個科舉制度嘛。 - 所以其他東西都不重要。 - 體育不重要。 - 然後美術不重要。 - 工藝不重要。 - 家政不重要。 - 就是只要是跟考試無關的都不重要。 - 所以會養成一個集氣,就是說要有效果。 - 被忽略掉的那些東西,其實都是構成人。 - 之所以為人的某一些基本條件。 - 比如說對美的見賞。 - 對身體的了解。 - 對於人跟物件、器物之間的感受是什麼。 - 那戲劇恰恰好是對於人的追尋。 - 也是因為我們的教育環境。 - 所以後來在產業內的創造者、製作人。 - 或者說產業內的從業人員。 - 跟產業外的觀眾都養成同一個習慣。 - 就是說要有效果。 - 就是我們對。 - 我們對哲學不了解。 - 我們對美學不了解。 - 我們對身體不了解。 - 所以這個就是教育很大的問題。 - 然後這東西直接影響到表演藝術環境。 - 我很幸運能夠當一個演員。 - 我是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去認識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。 -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族群嘛。 - 那不同的族群就是講不同的話。 - 因為台灣是一個族群被政黨操縱得很分裂的一個土地。 - 大家都因為為了要選票嘛。 - 就是你是客家人就有客家人的選票。 - 你是閩南人就有閩南人的選票。 - 原住民就有原住民的選票。 - 然後所以都是利用族群在操弄自己的利益。 - 就變成說在這個20年來變得有點失去文化認同。 - 就是你認同你的,我認同我的,我們不相干。 - 但是其實在同一塊土地上面應該不是這樣子的。 - 所以文化其實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你的血統來源是什麼。 - 是你的認同是什麼。 - 那台灣這塊土地缺乏這件事情。 -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族群都有他們傳統戲曲跟音樂。 - 比如說外傳文化有金坤、金劇、坤曲。 - 有客家戲、有歌仔戲、有原住民的歌跟舞。 - 我覺得這些傳統戲曲或是表演應該從基礎教育就開始推行。 - 從國小、國中就開始做有計畫的教育。 - 讓所有人,這塊土地上的小朋友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。 - 甚至有機會學到這些東西。 - 就是我們的小孩子如果可以看到,哇,原來這塊土地上有這麼不一樣的東西。 - 然後都是我們的。 - 他們可以做選擇去鉛賞或是學習,或者去了解的話。 - 我覺得會提升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文化認同。 - 共同的文化認同以及精神水平。 - 然後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。 - 因為沒有人在意,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那時候是過氣的東西。 - 現在要發展的東西不是這個。 - 可是其實恰恰好相反。 - 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。 - 因為就是很混雜嘛。 - 我們都有,我們都有的話。 - 我們應該就是都要能夠看得到。 - 然後讓別人,讓我們能夠見賞到這些事情的美。